老电影贴士 说说小故事 风靡香港粤语影坛的七公主 冯素波 沈之华 陈宝珠 肖芳芳 薛家艳王爱民与年龄最小的冯宝宝 1960年代香港影圈杰宜风气鼎盛 私交甚度的同行或杰为姐妹或拜成兄弟或母女相称 知名力正如顶流女心林黛宇冯宝宝 李丽华与李金杰宜亲 这股风潮在粤语片圈更为盛行 像是十位导演组成十兄弟 九位二邦花旦结衣九大姐 八位当家花旦的八亩丹 而由七位青春玉女结拜的七公主 更是吸引大批年轻影迷追捧的类偶像团体 七人不仅经常穿着同系列服饰出席公开活动 亦曾合作拍摄一部武侠电影《七公主》 七公主虽年龄出身不同 戏路各有所长 为七人都是同心出道演技自然的出色演员 浮以粤语片蓬勃拍片量大增 一时间风头无二 以票房人气论最受欢迎当属成宝珠与萧芳芳 从电影卖座竞选十大明星到影迷数量 两人都在伯仲之间 同心时期一只独秀的冯宝宝 持续声势不坠 精灵可爱的薛佳燕 凭借出色外形与机名表现 逐步由要角近身主角 歌声出色的王爱民 除演戏外也经营歌唱事业 年龄最长的冯素坡眼见电影发展受限 选择转往歌坛发展 沈志华则在影圈表现一般 而后结婚习影 年轻时的七公主因 继韵与继遇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正因有过类似的体验相仿的坎坷 数十年间七公主仍维持联系不断 偶因某位公主的演唱会 付出登台或公益活动再度合体 延续这段水银灯下的传奇友谊 七公主的组成来自冯宝宝父亲冯丰与继母 张雪英的促成 最初名单确定有冯素坡 陈宝珠 肖芳芳 薛家燕 王爱民和冯宝宝 其余如李玲玲 李璧君等 年龄相近的少女演员也被列入候选 期间张雪英向各位家长说明解释 经过粤鱼沟通采告完成 1965年七位少女于尖杀取金冠酒楼正式结拜 除期许从原本的同行相继 转为同行互惠 更有建立亲似姐妹的深厚情谊 为此七人不只固定于每月九日举行聚会 经常连妹出席活动相约游玩 亦合作拍摄同名武侠电影 新生带女心结衣的噱头 浮以陈宝珠萧芳芳的快速崛起 令七公主风头一时无二 名气高涨爆章媒体自热中挖掘各中八卦 特别是不合传闻 其中肖芳芳经常缺席团体活动 便被拿来大作文章 当时以工作繁忙导致身体见家需休养的说辞 在她年近半百受访时才倒破各中缘由 要我们七个小妞每月聚会一次 说什么让大家休息玩玩 可是我后来发现每次去都是拍照 哪有时间玩没意思 后来就不去了 坦率无奈的埋怨背后 其实是过劳少女对无法真正放松的软性反抗 七公主在儿童时期已经出道成名 其中陈宝珠萧芳芳与王爱明 都曾以童星身份在国语片收到瞩目 后两者还得到奖项肯定 萧芳芳与严峻主演的梅姑 获第二届亚洲影展最佳童星 王爱明则凭邵氏出品 蝴蝶王颖主演的亲情伦理文艺片后门 荣英第七届亚洲影展特别金河奖 女配奖金河奖 部分报道称她是最佳童星奖 另外四人冯素波、沈志华、薛家艳冯宝宝则出身月娱影坛 后两者的发展相形顺遂 冯宝宝更是票房号召力不逊国语片一线女星的金童 回顾从影经过 冯素波与冯宝宝因父亲冯峰为导演的人际之变 婴儿时期就被报到片场作灵眼 别与姐姐的不云不火 天生吃这行饭的冯宝宝六岁已展现出众的表演天赋 懂事听话又保有纯粹的活泼与同志 即便片约繁忙 仍乖巧而成熟地完成拍片工作 由于这样的冯宝宝太过理想 连父亲冯峰都昵称她为小妖怪 出身地方旺族的薛家艳因缘机会进入影圈 初始为童角稍长为要角20岁前后竞争主角 至于知名度较低的沈志华 虽内外条件颇佳 为纤细身形与腼腆性情令她发展受限 与曾和电茂签约的包姐沈月华同属幸运欠家 1968年22岁的沈志华与新晋小生金川结婚 婚后逐渐淡出幕前 她也是第一位步入家庭的七公主 后话是沈志华与金川的婚姻 因南方绯闻不断告终 再婚后移居美国 坚宜当年强调非官名利的合作 实际人蕴含相互提息彼此拉抬的目的 当然上述附加价值主要源于七公主双亲们的考量 在她们自己心中或许就属一种同龄同行间的情谊 不一定是很聊得来的闺蜜 但肯定是懂彼此心事的旧事 结疑近一甲子七公主中的六位 仍偶有私下约会或公开露面 唯一移居马来西亚冰城的冯宝宝为一件身影 她的心境或许就如早年受访时的描述 七公主就是一种父亲想到的宣传手法 冯宝宝因明星身份担心说话遭误解或成为新闻 而从未对这些姐妹敞开心胸 晚年亦不想再违背本艺演出 便选择不与姐姐们再见 每个人的性格想法各异 有人觉得朋友还是老得好 有人却想挥别过去专注当下 从被记者影迷包围的当红炸子机 到勾起大众回忆的老牌影星 七公主却是一个时代的美好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